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跟大家讲讲佛陀的十大弟子 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法第一的佛陀娜 佛陀娜用印度文就表示 满足你的愿力 满愿 满足你的祝福 那么佛陀娜呢 佛陀这个大弟子呢 他出生在加皮罗魏城的一个婆罗门长老家族 他与佛陀同日而生 佛陀在陆爷园开始传唤自己的佛性的时候 他从佛陀出家 他在佛弟子当中说法第一 他跟所有的佛弟子都去说法 他把佛的那些法他再去告诉别人 所以因为他擅长说法变成了说法第一 当年的印度的记载呢 说佛陀娜在说法的时候啊 先以辩才 唱 发 妙言 辩才是什么 不是争辩啊 就是讲出来的理论 唱 就是唱歌的唱 发 就是讲出来的话像唱歌一样 发妙言 讲出来好听啊 使众生欢喜 幽默 所发布了 实际上就是帮助人家讲的那种教室 他为了传播佛法 让众生的普瞻法义 他呢 不畏艰辛 甚至不惜神明东奔西奏 广播法语 所以现在的广播就是当年的这个广播出来的 广就是到处去讲 播就是传播 使无数众生呢 迷途自返 跑去人间很多的欲望 出家或者开始学佛修行 当年呢 印度西部有个偏僻的叫苏卢纳国 在那个地方呢 人呢 文化非常的落后 人心呢 非常的暴力 佛法根本没办法传下去的 那边的人喜欢打架 争斗了 跟人家打杀呀 难以弘法的地方 一个妇罗那 这个佛陀的大弟子 为了营救那里的愚丸众生 愚蠢顽固的众生 知难而尽 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 他请示佛陀准许他到那里去弘法 虚菩提尊者对他进行了一番考验 考验就是考试了 知道佛罗那能够为法忘躯的精神 忘躯就是忘掉自己的身体的精神 就同意了他的寝室 但是 临行之时佛陀还专门为他送行 就是很不容易的 他能够发这个大愿了 佛罗那居然到了该国啊 收了五百个弟子了 并建了五百座 成了前南妙语 所以他的部教成功 部教就是部师和教育 他是成功的 所以他成为了佛陀的说法第一的 十大弟子之一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 好